然后再有就是因素比较法 因素比较法呢 是说要先找出适当的复仇要素 无需呢 预先开发一个评比标识 而是呢 先在本企业中 找出若干有代表性的这种标杆职位 来作为评价时的参照物 通常呢 是有这个15的20个 所以我们说了因素比较法 它是直接职位比较法 对吧 它不需要定标准 它是拿职位来比 但是如果你直接拿着职位和职位去比 它就叫排序法了 那么毕竟它是一个定量的方法 所以它要把这个职位怎么样 也要拆解成不同的要素 拿着要素啊来进行比较 好 那我们来看 它舍弃了代表呢 职位相对价值的抽象分数 直接呢使用相应的这种具体 薪酬值来表示各职位的价值 从而省略了分数到薪酬的一个转化过程 因为刚才的要素记点法 你最后的1000个点值 每个点值最后是要赋予它价值的 它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我来看它的步骤 这个步骤也是不需要你记啊 这个咱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选择呢复仇因素 最典型因素呢有五个啊 技能 智力 体力 责任工作条件 给你举了一个例子 再有 那么我们在确定完这个因素了之后呢 要去选择标杆职位 这个标杆职位一定要是通用的 最有代表性的 那么依次按所选的各复仇因素 将各标杆职位按照相对价值 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为各标杆职位呢 按照复仇因素来分配相应的薪值 比较按薪额和按因素价值排出的两种顺序啊 这两种顺序理论上是应该一致的 如果不一致就说明它其实 不具有这个标杆职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要把它剔除掉 那么最后按照对照因素比较表 对非标杆代评价值位来进行评价 所以它的核心 其实你要把这对照表要做出来 对吧 标杆职位选出来 怎么做的一看你就知道了 对吧 这里边五个对吧 评价的要素 五个评价要素呢 并且我们直接赋予它的薪酬值了 假设我们现在标杆职位已经选出来了 对吧 已经选出来了 那这个标杆职位呢 在不同的这个要素下 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等级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代评价的职位 比如说这个岗位A 这是一个代评价的职位 拿它来跟他们标杆职位进行比较 比如这个岗位A 它呢在智力水平上 智力的要求上 我们去想它跟谁更像 它跟哪一个职位更接近 对吧 那它说跟岗位A更接近 好 那我们就圈上 跟岗位A更接近 然后呢 在体力的要求上呢 我们发现它也是跟岗位A 更接近的 然后在 这个技能上呢 它是跟岗位A比较接近的 在责任上呢 是跟岗位A比较接近的 在工作环境上呢 它是跟岗位A比较接近的 对照完了 这就叫职位跟职位 直接进行比较 所以 那么都比较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所对应的薪酬值 直接相加就可以了呀 加完了之后 就是它的薪酬额 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啊 这个去讲一下 能明白咱们的步骤 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比它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那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先来看 作为因素比较法 它是不需要去开发标尺的 也省去了呢 分数到薪酬的一个转换 那么这点是刚好跟 要素记点法反过来的 对吧 要素记点法需要做标尺 也需要有一个 薪酬值的转换的过程 点值的转换过程 所以它有一个标尺 是一个比较复杂量化的方法 那么它的优点 因素比较法的优点在于 不同职位间具有可比性 对吧 因为它是用 直接用职位来比的嘛 对吧 跟标杆职位来比较的 那么方法呢 可靠性高 也比较完善 作为要素记点法 可以对职位之间 这种差异进行微调 那评价结果呢 也会更精确 评价结果客观 员工呢 也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你统一去记一下 职位评价四种方法 前三种 员工都容易接受 只有一种 是不容易接受的 是谁呢 是因素比较法 啊 所谓的不容易接受 不是说它真的不接受 而是因为这个方法 在操作的时候 太专业 太复杂 跟员工不一定能解释清楚 他不一定理解 所以容易对他产生质疑 这是唯一的啊 只有这个方法 容易产生这个情况 所以成本高 设计复杂难度大 员工对其公平性和准确性呢 容易产生质疑 而作为要素记点法 实施与设计都比较复杂 对企业管理水平要求高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作为定量的方法 它都是复杂的 对吧 对企业要求都比较高的 都是适合的是什么 大规模的企业 你找他们的共性啊 统一去记 不要咬文嚼字的去记 所以在适用范围上呢 它是外部劳动性市场环境 稳定的规模较大的企业 为什么它要环境相对稳定 因为它毕竟是跟标杆职位去比 如果它外部变化很快 它这个标杆职位啊 就很有可能不属于 可能就不具备标杆性了 那你整个薪酬体系的 这个基础就崩溃了 所以相对应该市场稳定一点 另外呢 对于要素记点法 它适合的是管理类职位 因为它太复杂了 这个方法 太复杂 所以企业呢 如果是对那种基层的 非常简单的这种工作 心里没必要 对吧 你用一个分类法 可能就解决了 所以管理性的职位呢 你可以用它来采用的 这个要素记点法 好 那我来看一下20年 在薪酬这里考的一道案例题 因为20年咱们之前说了啊 20年它是回忆吧 所以这个案例内容的话呢 它其实是通过这个学员回忆的 不是那么的精确 咱们大致看一下 一家国有企业 从生产研发型的转向销售型 这样一个转变 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原来的事业单位 化转过来的 这些人员呢 原来是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和不干也一样 薪酬差距呢 也不大 那么后来公司进行了改革 改革后的员工工资不再是固定不变 而是呢 随着岗位来进行变化 人随边走 岗位和岗位之间的薪酬也不一样了 说实话 20年考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为什么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案例分析题 其实就这种题 它就是简单 对吧 三个小简单 跟案例都没有关系 它只是案例给了提供一个背景资料而已 到了21年 它其实才真正有点案例分析题的 这样的意思 那我来看一下 薪酬体系改革的设计原则是什么 这不就是一个简单吗 你说它跟案例有什么关系 它直接问你了 考的是什么 还有呢 从职位薪酬体系设计步骤来看 该公司如何开展职位薪酬体系设计 那不就是考你职位薪酬体系的设计步骤吗 好 第三 举例说明各种职业评价的 职位评价的方法 对吧 那就是那四种方法 它让你举例说明 那就是四种方法 你给它讲一下 然后它要问你 根据该公司特点选择 适合的职位评价方法 并说明理由 只有这最后这个小问 它有点案例分析题的这个意思了 就稍微拔高了一点难度 前两个其实就是简单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 他说该公司薪酬体系 改革应当遵循的这种原则 那这个原则的话呢 理论上你答这个传统的原则就可以了 传统的原则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说要更稳妥 更完整一点的 你可以从传统和现代两个层面去打都可以 但它得分的大头一定是传统的 那第一个就是公平性原则嘛 公平性原则里边呢 因为它是简单 小简单 每一个小问差不多是这个七八分 六七分这样 所以你就在这就不需要再去拓展了 再去扩展 所以你说公平性原则分为外部内部和个人 达到这个层面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呢 竞争性原则 竞争性原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你可写可不写 就这个概念 可写可不写 看它的整体的情况 如果是三小问 它上面其实考试的时候有分值 如果三小问平均每一问 大概就是七分 六七分这样 那你又看它内容其实很多 那咱们简写就可以 如果你发现其实你掌握的还可以 刚好这个内容你背了 那你就稍微去拓展一下 肯定得分呢会给的更好 那么再有就是基地性原则 对吧经济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 就这几个原则 这就是普通的简答题 咱们照网上写就好了 第二个问题是说薪酬体系 对吧职位薪酬体系的步骤 那这步骤你就往下写呗 对吧也是简答的标准 所以咱们就按照 职位薪酬体系设计的 这几大步骤 从明确战略目标 进行工作分析 职位评价 到薪酬调查 再到确定薪酬水平 薪酬结构设计 以及薪酬预算与控制 有同学老师这个都考过了 我说不用背了 也不是 咱们得把这体系知道 这未来它要让你去做案例分析 现在是简答的方式考的 以后它要做案例分析 我们要深入的去学 对吧 深入的学什么呢 工作评价 深入去学薪酬调查 薪酬水平 薪酬结构 薪酬预算与控制 它有可能在这里边挖深度的去考 而不是只考一个概念 它可能深度的去考你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那第三个问题 作为职位评价的方法 主要呢 有四种方法 对吧 考你职位评价的方法 那先要把这四个方法 按照支点给它列出来 列出来 那么这四种方法 它们各自的这种概念 是大字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呢 还有一个后面的小问 后面的小问 就是我们要结合该公司 它适合的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这家企业 国有企业 它应该不是一个小型的企业 对吧 作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那我们就排除掉了谁 排序法和分类法 那么到底是用因素比较和要素几点 其实因为我们看的案例内容啊 我看到的这个不完整 不完整 但理论上来说 这两个其实都还好 但是呢 我们基于说因素比较法 它设的是外部环境稳定的 对吧 这种大规模的企业 然后呢 要素继点法呢 它设的是管理职位 它其实都有一定的这种限制 都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其实我们要去分析的话 我们首先排除掉的是谁呢 排除掉的是排序法和这个分类法 把这俩排除掉 然后相对来说 要素继点法 它是比较适合这个钱的 你要去说明你的理由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优点是什么 对吧 它的优点更精确 评价结果更容易被员工接受 同时呢 容易对职位之间差异进行调整 好 这是我们去选择它的优点 因为这家企业 刚刚经历过变革嘛 对吧 在改革的时候 那我们选择一个 更容易被员工接受的方法 其实为更好 然后你最好去分析一下 其他方法不行 它为什么不行 对吧 比如说排序法分类法 它适合的是规模比较小的企业 所以它不行 另外呢 就是因素比较反的 因为员工不容易理解 对吧 对其准确性和公平性 容易产生质疑 所以呢 它不适合 就你找出自己的理由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考题 它其实考的就是你对于这个支点的掌握情况 那前面你把四种职位评价的方法 它的概念你都已经说完了 然后在这呢 你又把它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在这里面又去分析了一下 这就完整了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我们这个答案不是很精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案例里边的内容可能有一些关键词 关键句 在这个学员回忆的时候 它给漏掉了 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 所以有可能有差异 但是就在现有的给出的比较模糊的这种条件下 我们来做出像的这种分析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这个答案是比较契合的 好 那我们来看关于薪酬水平 薪酬水平的话呢 这里面先是几个概念啊 什么叫薪酬水平 它是指呢 组织之间的这种薪酬关系 那么组织呢 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薪酬水平的一个高低 这叫薪酬水平 那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薪酬政策 这个线 薪酬政策线呢 是根据企业组织结构中 各职位的相对价值 及其对应的实际支付薪酬数额之间 所对应的关系 所描绘的这样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根据薪酬调查 它有这样的几个分位 25分位 50分位 75分位和90分位的这样一个薪酬政策线 这个是表示的是什么呢 这个分位 说在参与薪酬调查的企业当中 有多少家企业处于既定的薪酬水平之下 比如说你们企业所定的分位 定到了90分位 你说这个岗位我们定到90分位 那么就意味着有参与调查的90%的企业 他所定的薪酬都在你的下面 你是属于top10里的 这就是高薪的 绝对的高薪 那如果是75分位就意味着有75%的企业都在你这个薪酬以下 你已经赢了75%的企业 50分位就是刚好是处在一个中间值一个平均值 对吧 25分位就是有75%的企业都比你的薪酬高 这就是低薪了 所以这是确定你的分位水平 好 作为薪酬水平的类型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跟谁区分开来呢 要注意不要跟招募的 招募里边的战略要跟他区别开来 不要混了 那么作为薪酬水平第一个我们见到的是市场领先 所谓的市场领先就高于的 至少他是75分位90分位的 这都称之为是市场领先战略 那组织支付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很多的薪酬 一般适用于规模大 对吧 投资回报率高 薪酬成本在经营总成本当中所占的比率比较低 产品呢 市场上的竞争者比较少 也就是高利润的企业 对吧 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支付较高的薪酬 这个在第三部分劳动经济学里边都会分析啊 你现在先知道就行了 后面全部这些都会去讲到的 那么优点在于他 你高薪肯定能怎么样 吸引到优秀的人 对吧 更容易吸引到优秀的人 提高呢 员工的质量 改进员工工作绩效 减少员工离职率 减少由于薪酬经常调整 而带来的薪酬管理成本 有利于呢 减少因薪酬问题而引发的劳动纠纷 同时呢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形象和知名度 好 那么这是关于它的优点 这些不用背的 其实很容易去 自己就能总结出来 缺点就是这种较高的薪酬水平 会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管理压力 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把这些高薪起来的人去使用好 对吧 高薪并不一味着带来高成本 因为高工资如果能够带来高生产率的话 就是划算的 核心在于它的生产率 所以要对于管理能力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市场跟随策略 它又称之为市场匹配策略 所谓的跟随 也就是市场平均水平来确定的 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薪酬定位 那么这种呢 薪酬政策的组织风险可能是最小的 对吧 行业里面是什么样 我也什么样 所以我的人员呢 这个在吸引度啊 在流失率上都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虽然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我没有劣势 对吧 它是风险最小的 然后呢 在吸引非常优秀的求职者方面 没有什么优势 对吧 然后并需要呢 随时的去注意外部的市场薪酬的变动趋势 如果一旦外部变动了 那你就需要跟着去变 随时要进行调整 那么第三 作为呢 市场的滞后策略 也就是说 组织支付比市场平均水平低的 这样的一个薪酬 很多企业没有什么竞争力 或者走的是这个成本领先战略 类似于这种企业的话呢 它可能就要支付的是低薪酬 要来控制员工的成本 那一般呢 适用于企业规模比较小 编辑利润率呢 比较低 处于呢 竞争性产品市场 成本承受能力较弱的中小型的企业 那么这里的优点在于 如果企业 以提高未来收益 来作为补偿 那么这种策略呢 有助于提高员工 对企业的组织承诺度 那么培养团队的意识 从而呢 去感激迹象 那么如果说 从缺点上来说啊 不利于企业 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那员工的流失率 一般来说会比较高 好 最后混合策略 因为这个薪酬水平啊 这个概念都非常简单啊 咱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解释 是指呢 企业在确定薪酬水平的时候 是根据职位类型 或者员工类型 分别制定不同的 这种薪酬水平 比如说在这个企业里边 这个企业呢 它的技术研发人员 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它希望降低他们的流失率 然后给他们提供的 比如说75分位的 甚至90分位的薪酬 来留住这些人 吸引那些优秀的人 对吧 但是呢 比如说对于销售人员 对销售员基层的客户 客户的服务人员 那他觉得即使流失了 对我们企业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去降低成本 所以对他们的薪酬水平定带 可能是25分位 所以在同一个企业当中 有高有低 这种就叫混合策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一个优点是灵活 而且有针对性 那既有利于去保持企业 在劳动力市场当中的竞争力 又能够去控制企业的薪酬成本的开支 那同时呢 还可以帮助企业传递自身的这种价值观和经营目标 就是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对吧 来看一下 作为薪酬水平决策的影响因素 到底是高薪还是低薪 那么这些它的影响因素 包括有三个方面 从这个劳动力市场的角度 还有呢 从产品市场的角度 和从企业自身的特征 这三个方面 这个要想考的话 没有什么花样 没有什么初题的花样 这种点 它就是单纯的小简答的点 你说老师 咱们这个考试题现在没有简答 那它就像刚才咱们做的那套题一样 对吧 它在一个案例分析里面有一道题 送分的就是小简答题 它就问你 薪酬水平影响因素有哪些 那你这个就是靠背的 把这三个大点记下来 对吧 这就是靠背的 没有什么这个太难的 而像刚才的薪酬水平 这三这四个概念啊 四种类型 它的概念 这个我们是要记下来的 因为它在做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 是有可能的 对吧 它描述了这种情况 这个企业的薪酬水平的情况之后 然后让你去分析 这家企业采用的是 什么样的薪酬水平的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 和可能产生的 这个让你对它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就是对它的优劣 进行分析 那这个时候你要能够写得出来 你要能够确定 到底是领先战略 还是这个匹配 还是这个混合策略 那这里边 我们如果用劳动力市场的角度 影响薪酬水平的主要因素呢 是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 再有呢 就是供给供求情况 你想一下 如果供给多了 你是不是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很容易就招到人了 如果说需求大了 对吧 供给变少了 那你就得需要花高价钱去抢人 那从产品市场的角度 影响薪酬水平的主要因素呢 是竞争程度和产品的需求水平 对吧 你产品要是卖的特别的好 那这个时候你企业其实就有实力呀 还有呢 从企业的特征角度 比如说像企业的战略 对吧 如果你是创新战略 那企业就想花高薪去找那些优秀的人 如果是成本领先战略呢 那你的企业就必须要控制人工的成本 还有所属的行业 对吧 如果你是新兴行业呢 通常来说就会给的薪资就会高一点 如果是一个处于没落期的 对吧 衰退期的这种行业 那其实薪酬水平就很难提高 再有呢 就是企业的规模 对吧 规模跟薪资水平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他决定了企业的利润率 另外就是价值观 有的 因为价值观是谁创造的 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怎么形成的 跟他的创始人直接相关 你创始人的 你的思维 你的行动方式啊 其实就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价值观 那么这个价值观 你领导觉得我应该去 更好的去对待员工 对吧 那可能就会给高薪 有的写明明有钱 他也非常的抠 因为老板就抠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给的钱就低 好 所以这是跟价值观 来看一下 这是21年 啊 案列分析 21年的案列分析 就是完整的 啊 这个咱们就可以看到 真实的这个考试的 啊 这个题的情况了 我们来看一下 某股份制公司呢 是一家从国有企业 转制而来的化工集团 这些年来 公司规模迅速的扩大 且效应的良好 但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 啊 最近几年 本地呢 建成了两家大型化工企业 他们的薪酬水平呢 都比较高 导致了本公司 一些技术和管理骨干的流失 员工的离职率上升 那么近期公司呢 要上马精细化工项目 希望能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加盟 你说打个心理有数了 考的是什么 对吧 那么公司现行的薪酬制度是在转支的时候制定的 尽管当时拉开了不同岗位之间的薪酬差距 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员工的接受程度 不同岗位啊 不同这个岗籍之前呢 这个之间啊 这个绝对薪酬差距是比较小的 重要岗位的薪酬水平呢 这个缺乏市场的竞争力 后面这一段 是拔高了 是拔高题 咱们后面会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支出也是问题二啊 是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就是第二小问 第一小问 这是咱们后面一会儿要去讲的 咱们先讲这个相关的 因为刚讲了薪酬水平嘛 咱们就跟着薪酬水平相关这个问题来看 你不需要看这个题号啊 那么如果该公司将薪资调高于市场水平 也就是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那么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哪些好处 能看懂这道题吗 对吧 能你要能看懂 因为他不直接问了 你发现他跟20年不一样了 20年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他考的是哪个支点 你不需要想 你只要这个支点你背过 你就能写上去 但是21年开始呢 即使是这种直白的考察 他在表述上 说的也是比较含蓄 他其实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他考的是薪酬水平 能看出来吗 这个在案例里边我们也知道了 对吧 他是薪酬水平 所以我们翻译成 比较通俗一懂的语言就是 这家企业如果采用的是什么 是领先战略的这样的薪酬水平的话 它的优势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 到了高精 对于现在的考勤来说 那么重点其实不是在于我能不能背下来 这个你到最后那几个月开始背就行 在前期其实你就是要想办法把知识的架构搭起来 然后呢去熟悉这些内容 尤其是咱们非人力资源工作的学员 去熟悉他们 然后最终说当遇到这种比较含蓄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到准确的快速的去定位 他考的是什么 能把我们能够我们自己背的这个内容啊 能够跟他能够契合起来 那来看一下 公司呢将薪资调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啊 这个市场水平的这种薪策策略是属于什么呀 是属于市场领先策略 对吧 你先把这个点题 先点题 那这叫市场领先策略 你就拿到一份了 这就是一个得分点 因为他没 他要想出的简单一点 他就直接告诉你 那么市场领先策略对于企业的这个优势是什么 这就是直白的 对吧中级他会这样问 但是高级就没有 那么接下来你就分析啊 他的好处是什么呀 市场领先策略 那他的一个概念情况 对吧概念情况 这个概念呢 你可以说也可以不说 因为重点其实说他的优势是优点嘛 是优点 但你既然说了领先策略 咱们基本的答题思路 如果你之前是背过的呢 他到底是什么 那他的优点是什么 先说他是什么 所以他这个领先策略 就是支付比市场平均水平高的薪酬 对吧 一般的使用于规模大的投资回报率高的薪酬成本 在经营成总成本当中所在的比率低 市场上的竞争者比较少的企业 这个可说可不说 但这个是重点 是必须要说的 主要的彩分点 那他的优势在于能够去吸引大批求职者 提高员工质量 改进员工工作绩效 减少员工离职率等等等等 不念了 那前面讲过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简答 但是在简答上的 在问题上呢 说的比较含蓄的 这样的简答题 所以在问题上挖了一个小课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